what's going on guys 大家好 我是阿们 欢迎来到这期视频 今天我来教你克服一下你的slice 如果你跟我一样在这个问题上困惑了很多时间 又没有得到解决的话 给我这个视频的时间 我带你解决这个问题 我看了一些博主的那些介绍 就我觉得他们说的都对 但我觉得都不一定能解决你的问题 或许我这个人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暴走对不对 OK 我们现在来low一个 刚刚随便low了几个 好 我来low一个 哇 有点pull 今天都是在pull吗 难道 pull不会pull 但是 哇 这个太近了吧 好吧 就打的是有点近 但是早上没吃饭 没力气 没热身 我想说什么呢 就是你每当你拿到driver的时候 你都会 我现在都会比较有信心 因为我觉得这个driver面这么大 对吧 首先我建议你低一点 如果你的driver slice的话 你必须要找到合适的度数 因为我觉得这个度数太关键了 特别是如果你的灰杆速度不是很快的话 强烈建议你用高一点的度数 你不要看这些选手用什么9度 8度 你也去搞个9度8度 我觉得你这辈子 都不一定能解决你的slice 还会培养一些很多坏习惯 因为他们的灰杆速度可以到120mph 120的灰速 而我们业余选手能在100左右就可以了 如果能在100左右或者低于100的话 你起码得用10.5或者10.5以上的driver 这是我的个人理解 特别是我每月看见别人用这个超低度的driver 大概率大概率他都打不好 再查查 首先这个setup 我先讲这个setup setup很关键很关键 看下slice 就是我过去setup是怎么样 我就是把球尾放在左边 然后我别的设定都会像铁杆一样 就我的肩膀会比较的 会比较的正吧 就是水平 然后我只是单纯的把 这个杆往前挪一点 我没有做一些别的调整 就这样大概率的话 你就是已经在做一个slice 因为这个杆子特别长 你特别容易从这里让它 从这里让它滑进来 就是这样子 这是做一个 铁杆的setup 好 我也做这个long take away 怎么感觉安心呢 感觉安心 只是因为在室内 其实在室外 这样的球经常会让我去到很右很右的地方 我确定 唯一的好处是我确定它会去右 所以我经常会 秒左边打肺的 但是长期以往下来这个习惯对我没有什么大的帮助 我除了能稍微保住我的分数一点之外 没有什么 别的了吧 这基本上就是一个最普遍的一个slice的情况 就是 你从这里挥过去 然后你往这边砍进去 然后你打到 然后 让这个面从这里削过去 然后打一个slice 所以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我觉得我这个更像是一种打法 或者是一种想象 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 调整你的站位 它的确是要强势你的握杆 但是它更像是一种 强势的身体 一种 自然而然 给你设定一个 往上积的这个角度 我觉得这是这个setup 最好的 地方 其实很简单 你就需要 对 假如你现在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铁杆的setup 但是脚一定要比肩膀宽一点点 对 你可以怎么做呢 你看我这个手 现在logo是朝那边的 但是 你要让它 让它朝这边 让它朝前一点 朝前一点 朝前一点 在朝前的时候 你看我的肩膀 它会有一个什么 这样的动作 会有一个关起来的动作 所以说你不光是要把你的手给 你看 你不光是要把你的手给 放到这里 你看如果你只是把手放在这里 你的球基本上会去 左边 你一定要 跟你的这个肩膀有一个 对应的动作 这样 一定要个对应的动作 这样的话 你整体往这边挪 然后脑壳壳 一道球的后面 对吧 然后这个 右边肩膀随之下沉 夸插一下子 你就已经进入了一个 呃更容易打直球或者更容易打坐的一个 一个位置 看好 在这 转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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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一秒钟给它掰成左直 一秒钟给它掰过来 虽然打得不是很好啊 但是一秒钟给它掰过来 再来一遍 对就是这样的感觉 掰过来 这个也太直了吧 虽然有点 啊 这个也太直了吧 这个一点都不优 OK 哦 慢慢热盛开了 Let's go 就是这样 第一步 把它移过来 强势一点 这就是driver我觉得最大的 这是你set up最重要的一个 你要是这样去打 无论你做什么 你都还是会容易slice 这样你看 你的肩膀更容易 对吧 你自然有一个 in to out的一个轨迹 或者 一点点到塞印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非常重要 呃你必须 时刻记住这个set up 你你去你去练习场试一下这个set up 然后 set up关键别的也同样关键 你知道吧 set up只是一个底子 但是对于别的事情 你一定要在意 就我刚刚 呃我刚刚这么说转过来对吧 但具体这个手怎么摆 比如我这样转过来之后 你你可以看一下你的这个 止关节 我不喜欢让你转到就是很夸张的一个地步 比如说你四个的要看见 我比较喜欢的是 大概我可以看到三个左右吧 三个 就是比一般的 呃中性摩肝要再强一些 然后 特别是这个右手 如果你的右手太往 如果你的右手握到这个肝的下面 你比较容易 就是你这个右手太强势了 它比较容易去左 但这个右手要是太弱势了 它还是容易去 右边 所以右手怎么办 右手 这杆子是这样的对吧 感觉你的右手 完全贴在他的侧边 就相当于一个 完全贴在他的侧边 不要这样 也不要这样 就贴在他侧边 这样你就怎么办 你就相当于一个 你就是在做 你就感觉 你就一定要感觉你的右手是在做这样的一个动作 而不是就比如说 这样 这样 或者 或者 这样 这样 你都不要有这种感觉在里面 灰干的时候 你一定要感觉就是 你的右手是这样 这样 好 这是一个 右手 这样过来 你感觉是这样 但是你到顶点的时候你的右手会自动做成一个托盘子的动作 但是你要感觉你的右手还是 是朝着这边 就像这样 右手过来 然后怎么样 直接一个 巴掌扇回来 直接一个 巴掌扇回来 到这边 你的这个右肩膀 让他自己打开 会外旋 这个右肩膀 右边肩膀打开 然后 直接扇回来 直接以刚刚这个角度扇回来 对吧 你不需要想着什么 哦 我这个右手 OK 力腕 OK 再打开 然后我再过来 然后我再 我再回肩 我觉得 在under 你在打球的时候 在打球的时候你真的 想不了这些事情 你也不是 从你也不是同志工 你也 就是做不到这种随心所欲的关开关开 特别容易出现一些double cross 比如说你想打右区打成左区 想打左区打成右区 因为你要去 用手来 你要想着用手来这个控制这个肝面 其实是 其实是很难的 不是很难 是太难的 就是对于我来说我做不到 我直接说我做不到 那我为何不选一个更简单的方式 我就不需要去控制我的这个肝面 我就只用这个手 就基本上就是这个感觉 你的左手会会就有一点平着的感觉 然后你的右手就是这样的感觉 所以你挥的时候你就感觉是这个样子 就是你的右手也不需要说是好从这个样子 扭到这个样子 再扭到这里 再回过来 再回过去 这是大部分人 以为的dryver的打法 好 你现在把它转过来 然后这个放在侧边 那么两个人一起往后转 对吧 然后两个人在一起往前推 你过球的时候你就感觉 你的这个 你的这个 你你就是用 你是 这样去垂 你是这样去垂 而不需要 这样去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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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相当于一个垂子 垂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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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你的干面永远是稳定的你知道吧 就你不会出现什么OK左翻右翻上翻下翻 这太难了 真的太难了 就保证这个结构 垂子 让你的右手 贴在你的这个 肋骨这个位置 这样 去想想OK你想想就是从这里 垂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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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的释放不是这个样子 而是 这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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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话你的club face 你就很很容易的去控制你的这个干面 然后的话 这是一个想象力 就是 就这样的感觉 然后我们说到第3点的话 就是pass 这个时候如果你的干面问题解决了 那么你下一步是什么问题 你就是解决你的这个 呃 干头轨迹或者说你的手部轨迹 这是你的一个干头运行的一个轨道 你用轨道来决定你的球去哪里 而不是用你的干面来决定你的球去哪里 如果你又要控制干面又要控制轨道 那么这个事情就会变得复杂 但是你如果只需要控制轨道 然后来 做出你想要的球路的话你就会容易很多 现在我可以去基本上确保 我在 技球的时候我的干面是方正的 那么 想打 就是想打各种轨道的球呢都会变得易如反掌 哦 这不是我说的重点 我现在就是想打直球 那么我的轨道会是怎么样 很多人在这样握了之后他的球会去左边我来告诉你为什么 我来告诉你为什么他的球会去左边 对这就是很多人他说啊我握的太强了他去左边了是不是因为你这个握干太强势了所以我把这个球搞到左边去 我在下半上我下场的时候我看到很多人打这个 出去就朝左的这个就是这个hook的这个球路 呃 他们都觉得他们driver not working today 而且他们无论怎么by都by不过来 因为什么因为他们看不到自己是怎么样回干 很简单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情况 比如说 你driver ok 你像这样take away 到这里之后 看你的最到这一步之后你的手该怎么走 如果你的球往左走你大概率是直接让干头往后走走到这个位置 我这做了一个夸张一点的动作 走到这个位置 然后你这个时候再出去到这里的时候 呃干头会被你卡在后面所以你一定得让干头过去 你会把你的手给强行的翻过去 然后这个此时的时候你还会出现一个什么 轨迹 就因为你到这里卡住 你会有一个超级大的 从里到外 然后再加上一个 你的干面超级关的一个情况 你基本基本上会出现一个这样的情况 因为你的球位在你的左边 然后你到这个地方 然后你的手一定会往这边翻 然后 你基本上就会出现一个 就是 呃 卓取 一个很夸张的一个卓取 这就是你的这个plan不对 你的plan太过扁平 你的plan 你到你的身后 对吧 所以正确的是怎么样 到这个位置 你让他顺着你的肩膀 你的肩膀是一个平面 让他顺着这个肩膀的这个平面 到这个位置 看见没有 这就是跟肩膀 这个手跟肩膀在同一个平面 然后肝子也也跟肩膀在一个同 即便如此我很多时候还是会 会呃 不注意的会我的肩膀会有一点倒 但是我还是在 很努力的在克服这个问题 我想让他到达这个完美的平面 相当于我的肩膀跟我的手臂 他们都在一个平面上 只要他们都在一个平面 然后我这样只要 像用刚刚那个感觉把它删回去 那这个球他一定会很 OK我现在来尝试一下 因为这样的话 理论上来说你就是 零度的 呃会有一点 理论上来说你的轨迹 更容易 偏向于零 有可能是一点点inside 有可能是一点点outside 但是如果你的 就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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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面 在这个肩膀的这个位置的话 大概率你可以打一个不错的球出来 但这也就是我觉得上干最难的地方 好到这里到这里OK 记得是这个位置 不是这个位置 让手撑上去 怎么感觉会右呢这个球 啊确实右 对这个球有点右 解释一下原因 这就是一个九度的drive 然后我觉得九度我是操作不了 我急需一个10.5 我下场拿我朋友的10.5 我打的 笔直 但是我一回到我的九度 我 非常容易去右边 所以 呃 如果你的挥速不够快的话 我强烈建议 你用高一点的这个干头 所以我 最近的话我就是想办法搞一个 10.5的干头 九度无论我怎么打 或者我怎么调 他 他就是不行 你知道吧 那我们可能就要稍微挥的用力一点 如果就是我挥的可慢他不行的话 那我就得挥快一点 我必须挥这么快他可能才会变直吗我觉得 这么右 我打脸了朋友 行我在最后来尝试一个 啊 妈呀 OK 但是如果换成10.5的话 我很轻松的就把它放到这种角度 所以说 driver也是 driver的度数也是很重要的一块 会得越慢的人 你需要的度数就越高 你不要看职业学校用的低 你也就用那么低 这个plan是相当重要 这个plan 基本上就是你让他追随你的胸 胸部口 然后到这个位置 让他让这个控制这个干 你要有加一点这个pressure在里面 让他朝这个方向走 不要让他 朝这里走 朝这里走 你百分之百是个hook 那如果你 如果你你到这里 如果你到这里 你又朝上了 那么你你你你又更容易从 从从从这里滑到里面 他又比较容易slice 我不知道这个 我我我 我不是很擅长把手举得很高 但是我想试一下我能不能打出一个slice来 这样 这样 没有打出一个slice 就可能因为跟这个握杆有关系 就是我会有一个outside 但是我的面 可能会更扣 所以他打了一个左边 所以我们每个人的miss也会不一样 但如果你的握杆是弱势的话 你像这样打的话基本上就是去一个左边 然后上杆的时候一样的 我觉得用了这个方法以后 我不是 特别需要 就是说我一定要 我就是我还是会 就是中心一定会在这个右脚 但是我的容错率大大 得很高 他比如说有的时候我 做得不好的时候 他还是可以 给我一个比较 直的球 这样你在下场的时候 你的得分情况就会很高 但你听我的 没有一种模法 没有一种东西是 magic move 就像你我今天跟你说了一堆 你也照着我说的做 你也不可能每一竿 永远都打 你还是会有失误 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不失误 没有一个人 但是他会使你的这个 成功率比之前高很多 这起码对于我个人来说是这样 那么就稍微总结一下 我希望能对你的有所帮助 这是今天最重要的三个点 第一点set up 不要set up 成这个样子 让自己转过来一点 转过来一点 对 转过来一点 转过来一点 然后第二点 就是 上杆的一种感觉 感觉你的左手是这样 这样 这样 而没有 而没有 这样 这样 左手是这样 这样 而没有 这样 这样 两个合在一起 就是这样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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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没有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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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第3个点 然后第3个点 上杆的轨迹 是到这儿 然后沿着肩膀的这个 沿着肩膀这个地方 到这个地方 不要不要让他到这里 也不要让他到这里 让他到这里 完美的与肩膀贴合 然后再 回杆 这是我觉得 这个 就是 我觉得打这个 Driver 最重要的三个点 还有 如果你的度数太低 你的挥速也不够快 调高一点 试一下 找到一个 sweet 找到一个 甜蜜度数 甜蜜度数 不要看别人用什么 合适你的 才是最重要 你也不要看别人是怎么回 合适你的挥法才是最重要的 这世界上有一万种打法 可能换一个人来跟我说 会来跟你说 这个人说的完全都是BS 那也未必 你大可以尝试一下 合适你这就是最好的 我祝大家今年啊 都有一个好的Driver表现 来现在就low一个给他 啊 啊 摩摩 摩摩 啊 啊 啊